博斯等中外人士也出席了仪式 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博斯 也对中国作为主兵国 在此次书展中的表现感到非常满意 下一届法兰克福书展将在2010年10月6号到10号举行 中国北方地区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温天气 北京昨天进入入秋后最寒冷的一天 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则出现了降雪 中央气象台预计 北方大部地区的降温幅度有6到10摄氏度 东北华北局部地区的降温幅度将会超过10摄氏度 黑龙江七七哈尔19号凌晨开始浦降大雪 市区降雪厚度超过80毫米 降雪同时还伴有4到5级大风 气温也大幅下降 最高气温从18号的16摄氏度降到了4摄氏度 最低气温降到了零下4摄氏度 骤然降温使得出行的人们穿上了厚厚的棉衣围起了围巾 根据了解 这种大幅降温在七七哈尔十多年来从未出现过 内蒙古呼伦贝尔从18号夜间开始陆续出现风雪降温 4到5级的大风天气夹杂着雨雪 气温下降5度左右 邻居和牧区局部还出现了大雪 民众对突如其来的降雪有些不太适应 路上的行人放慢了脚步 机动车也小心翼翼的行驶 人们切实感受着季节的交替 中央气象台预计 19号内蒙古 华北 黄淮 东北等地有5到6级偏北或偏南风 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 内蒙古 东南部 辽宁和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10摄氏度以上 此外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19号5点位于海南三亚 南偏东大约250公里的南海中部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7级 受其影响 海南南部和广东西部沿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 由于今年下秋两季南方降雨偏少 湘江北江西江都出现了罕见的低水位 湖南 洞平湖和湘江长沙段的水位甚至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多艘船舶直流 湖南省水温局的监测显示 18号14点 洞平湖成林基站的水位是21.67米 比前一天又下降了5厘米 洞平湖历史同期最低水位的记录再次被刷新 同一时间 湘江长沙段水位再度降至25.06米的历史最低水位 由于水位下降航道变窄 千吨级的货船已经无法靠岸 只能在深水区域行驶 10月份对于洞平湖的渔民来说 应该是捕捞作业的黄金季节 可是却难觅渔民的影踪 不少的渔船都搁浅在了干涸的湖床上 住在附近的居民则在渔政人员的组织下清扫淤泥 湖南省水利专家指出 当前湖南汉情形势十分严峻 今年湘江中下游枯水严重度为历年之罪 湖南省防汛抗汉指挥部已经紧急调度 加大湘江上游水库下泄流量 为中下游补水 到目前为止 长珠潭三个城市的用水基本有保障 降雨及上游来水